我们刚刚说像魔术师可以布置任何一个角落 但是你可以想象他为了完成他的梦想 他结束了他原来工作12年的高级家居店的采购工作 从工读生做起 然后还慢慢地观察 因为他想要开餐厅 大概都是这样的人 他的人生就会有不一样的风景吧 我们现在把角度来到了台湾的南部 一个很靠近高铁台南站 但是其实是在原来的高雄县 现在在高雄市的山上的地方 在这里呢 他有一家很特别的茶馆 叫云启石 云启石就是说 当云开始飘上了时候 你坐在我这里 你可以看到一片的云 所以他相对是比较高的 在高雄的岗山这里 那么开店的人原来是一个护士 他后来觉得我不要当护士了 我可不可以做梦呢 做梦能不能为生呢 后来他就开了这个茶馆 慢慢慢慢地 他的先生就跟着他去捡很多的老木料 两个人一起完成了云启石这个茶馆 完成之后 一家人住在这里 他们有了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高雄大岗山庙以数十座 号称全台湾寺庙最多的山头 善男戏女或问谱或许愿 千里而来络绎不绝 走到半山看见一座茶馆 大门耸立 很像日本神社的鸟居 摆在井窗里 枝叶浮书 绿意盎然 刚刚好 旁边的窗帘更有意思了 横竖交错 参差不齐 看起来像随性拼凑的窗花 在二楼泡茶 女主人 招呼我们 她说这屋里屋外 都是别人不要的老家具 陈树云带我们进来 茶馆映在光里 很像热带雨林的树屋 习惯了光仔细看 茶馆傍着山层层叠叠 不规则的空间 有着个安天命的自在 店里员工正在劈柴生活 城市里 很难看见这种土窑了 噼里啪烧着空气中 有一种独特的香味 大岗山特有的龙眼木 拿来烤地瓜 两个味道混在一起 特别香 大厅前红色油桶 写着发扬民族正气 重振革命精神 你以为过时的精神标语 蕴藏着浓浓的怀旧风 十几年前 陈树云在喜盛中心当护士 薪水很好 可是心里总有个画面 不断催促她去追梦 我只是想要回来 那个时候就把以前刚结婚的那个 那个想要设计衣服的那个梦想就放在里面 就觉得那个画面很美 我发现我们人都在留后路 可是我当时就觉得 我如果留后路我走不出去 我没有办法去完成我的想法 所以我当时是没有经过我先生的同意 我就把工作辞了 但是我想 我想你看十几年前 要在台湾生活太容易了 先生其实也有工作 我当时想说 我只要有一口饭吃 我就可以这样做 大厅两边各挂着一串胶 香蕉语录写着 要吃我钱 请向吧台人员说句好话就行了 迷路的日本旅客 惊喜台湾的人情味 这就是创业时那个小吧台 上头有个玻璃罐 装着古早味的红糖果 八岁那年 我透过妈妈五块钱 去巷口的甘马店买糖 狠狠挨了一顿瘦 如今用台语说些好话 想吃多少随便拿 旁边还有米糊 黑豆 跟手工做的天然橄榄 用来配普洱茶 有滋味 有回味 小时候做梦都没想过 有一天能吃得这么奢华 陈素云的空间里 有属于不同人的童年往事 漂流木劈开 当成桌椅 上面这些痕迹 据说是海狗咬的 祝贾店的浮雕 是庙里抢救来的乡野传奇 其实陈素云完全不懂建筑 只能说给陈素云塞听 常常做的不是心里想的那幅画 他就打掉重做 我是跟感觉走的人 所以没有办法说得很具体 所以一般人都会害怕 包括我盖房子也是 我不知道怎么做 可是我说 你先把那个东西撬坏 我才知道怎么做 可是我们一般人会先把 所有都想好 我才敢去做 我记得有一次我钉枪还不小心把那个钉枪打到自己的脚上面 我觉得那个应该很简单 其实做起来有点那个那个什么 租小弟盖房子那种感觉 那他一弄他就会倒 就从钉枪钉到脚开始 陈素云拿着仅有的30万 四处买木头收家具 从百年前台湾古厕到日治时代的木雕 还有老旧眷村的破窗户 通通成为他梦想的一部分 这个梦他用了九年 花了三千万 我先生其实他反对 他说 你就不过是开一间小小的店 你为什么要花 花那么多的时间跟那个来做这些 我觉得我的丰富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 可是为了想要盖这个空间 想要买木头 想要干嘛干嘛 我大概有很长的时候 我们大概有八九年都没有断过 工程都没有断过 然后就起会 就借钱 空间不能太满 要懂得留白 人生也不能太满 要留个缺口 把幸福的景致与人分享 这天空气太差 雾蒙蒙的 直到夜色低垂 才有人上山看夜景 茶馆里点起艾草赶蚊子 也是一份体质心意 陈素云用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为他的梦想 添加了 无限刻 我能是你的 我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脸庞 快乐有时候竟然拉得像一击耳光 是你提醒我 别怕去幻想 像我内心多悲惯的渴望 我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 我还看见昨日那张悲伤的